大家好 从擦石头的角度上来讲 这块料子擦成这样 应该算是擦斩了 那么从切的角度呢 你们觉得会不会切斩 然后呢 接下来给大家看的非常的详细 打灯和不打灯 这块料子种水已经明显的能看得到了 肉系 种老 至少是糯冰种 起货呢 有焦味 有干味 那么给大家过一过 让大家感受一下 一会的话 再给大家看看 其他几个面 画面停滞 一会一定要认真地看清楚 比如说这个面 大家注意看 为什么没有大面积的擦开 只是点状地点了一些点 注意啊 会不会往下切会变肿 有一条大裂 如果切 是不是顺着大裂切 其次呢 咱们一会再看一下它后面 注意看 后面和前面 是不是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后面 为什么不擦 因为后面打的没有什么太强的种水表现 最好的表现也是擦开的位置 那么有人可能会说擦料子的肯定是高手 那么再看一下 这个面为什么它不擦呢 并且也有一些纹裂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词 擦料子 一般情况下 擦它的时候 当时这个面是最好的 因为它已经擦完了 像这个面 当时最好的表现 可能你看不到 所以有的时候擦料子 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神奇 多擦 自然而然也就有了经验 所以这块料子擦 我认为是擦涨了 但是切呢 你们觉得往后面切 会不会存在变种 换句话说 买这样的料子 就要搏后面变种的情况 变还是不变 以及棉细 还有纹裂 到底能出多少个大件 这点很重要 擦开的位置 和没擦的位置 你们对比一下 这个位置 打的有点肿水 呈现一个落化感吧 然后呢 仿佛的对比一下 咱们视频呢 做的时间不是很长 因为太长了 很多人看不完 影响这个玩播力 所以对这块料子 感兴趣的朋友 后面我直播 你们可以说 喜欢的一块 我详细的把照片 视频调出来 给大家分享 感谢